除了禁堵的风波 吉隆坡市政局这个月初还下令禁止首都市区内的零售商家贩卖烈酒 也是一度的掀起了风波 那如今更是触发了在野议员围剿部长的局面 联邦折辖区部长拿杜斯以沙西弹捍卫部门的决定 强调当局只是想限制人民购买酒精银品的管道 无意冒犯非穆斯林 但显然在野党议员并不买账 我请问您的~~ 您正好吗? 您的 wohl不乎? 您是有账吗? 您账还有一表达的东西 不能稍刷表达社会 您变得到之后 您是一表达的主意? 是一表达的導演 但是互相关之内 您的报道和说 外出ros择因為 您账账利地提供的 您的相关之内 您的相关之内 您能通过 沙西弹下午在下议院为2022年裁案 做部门总结时 以邻国新交坡的酒类管制法令为例子 还举出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 减少有害使用酒精全球战略 强调部门与所有利益相关者多次的会谈 已经取得业者宗教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支持 而在部长的解释期间 一众的西蒙议员多次打岔 双方过招超过20分钟 最后在下议院议长单子里 阿兹哈宣布结束总结之后 骂战才算落幕